暴雨的危害有哪些? 暴雨是我国主要的气象灾害之一,其危害主要包括红烙灾和自烙灾。 1.烙自危害 由于暴雨急而大,排水不畅,一引起积水成烙。 不让孔隙被水充满,造成陆生植物根系缺氧,使根系生理活动受到抑制。 长期以来,根系因腐烂而产生有毒物质,使作物受害而减产。 2.红烙灾害 由暴雨引起的红烙、淹没作物,使作物新陈代谢难以正常进行而发生各种危害。 淹水越深,淹没时间越长,危害越严重。 特大暴雨引起的山洪爆发,河流泛滥,不仅危害果树、林业和渔业, 而且还冲毁农社和沟农业设施,甚至造成人畜伤亡,经济损失严重。 赁水越深处释